第三题,副图为电镀的实验装置图 贵制要在甲乙电极及电镀翼分别放置下列合者 才能进行在铜棒上进行镀芯的实验 设电源可持续而稳定的供应电力 我们老师上课强调过了 金属都是在副极深层的 所以呢,铜上面要镀上芯 那么这个芯是在副极深层 所以我们的这个副极的乙呢 就应该要接的是铜棒 而我们要镀上芯 所以我们的甲呢就应该要放的是铅棒 而我们也说过了 我们的电解液要有含有玉镀金属的电解值 所以我们要镀上芯呢 那这边的电解液呢就要含有芯 比如说呢,是所谓的硫酸芯 所以呢,第三题问我们说 贵制要在甲乙电极及电镀翼分别放置下列合者 才能进行在铜棒上进行镀芯的实验 我们答案选择是 C,心棒,铜棒,硫酸芯容易 我们想在关上的电塔白金属 Ao使用 えー炸雷 、「eng